股庙致富可以不憑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杖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杖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昨天晚上美股下跌收黑 今天台北股市是开低走高 最终大涨了139点 指数来到了16576 成交量是2897亿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的今天涨139点 在亚洲里面 我们第一名 我们最重 今天南韩是下跌0.3% 日本小涨0.4% 大陆股市目前是小跌1% 是下跌1% 台北股市间为什么那么强 台积电在撑腰嘛 台积电今天涨了11块钱 台积电从财报发布完之后 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今天终于暂时止跌了 台积电涨11块钱 暂指数占了91点 所以今天光是台积电 只有91点贡献了 那有台积电撑腰 今天台北股市相对 来得比较强势 可是 今天成交量只有2897亿 我跟大家讲过 行情的结构才比较重要 指数涨跌是表面的 结构才是你要去观察的 上涨要带量 上涨带量代表大家愿意去追 代表大家对后市看好的 所以愿意去追股票 那另外一个下跌呢 下跌要缩量 下跌缩量代表大家不愿意卖 骑售 那筹码就会来得比较安定 那相反的 如果下跌带量 那么代表整个筹码 整个卖压是冲出来的 是释放出来的 那如果反弹量又缩 代表大家保守观望 不敢去追股票 你看最近这次从 17400点下来 每次只要一大跌 成交量就4000多亿 然后反弹量就缩到2000多亿 所以这样的结构其实 代表市场还是观望气氛 相对是比较浓厚的 所以今天虽然涨139点 可是量是缩的 所以操作上 还是要小心谨慎才可以 昨天美国股市又跌 道琼跌了174点 昨天为什么美国跌 因为标准普尔 又降美国银行股的平等 是 你看之前先是惠玉 对 警戒的目的 那现在又是标普 哇 但是你轮流来 这有三种在操的 是 然后为什么 全球三大信贫机构 人流在降美国银行股的平等 嗯 因为高利率的问题啊 你知道美国目前利率 已经涨到5%多 对 5%多的利率 那贷款利率 就高达7%多 嗯 7%多负担很沉重啊 你看你如果买房子 你的贷款利率是7%的话 台湾现在利率是在控制住 我们利率还没有超过2% 利率还没有超过2% 其实贷款利率都已经3%多快接近4%了 那美国利率5%多 加上2% 啊 银行赚的利差 所以美国的利率是 房贷利率7%以上啊 那7%以上 如果台湾 房贷利率7%的话 我跟你讲 房地产要倒一片 是 所以政府我们央行 一直在控制利率 不让利率有过度的波动 啊 其实对于整个 我们国内来说 是很好的一个保障 那昨天标普降 美国银行的平等之后 美国银行股昨天都跌2%以上 啊 算比较多一点 所以 道琼跌的比较多一些 那达克昨天的平盘 费程报告体跌了0.97% 那费程报告体跌了0.97% 那费程报告体跌 跌0.97% 大家比较关心呢 还是在AI相关个股的部分 昨天AMD跌了2% NVIDIA 昨天跌了2.7% 麦威尔跌了0.73% 所以AI相关晶片的公司 昨天是小跌的 那礼拜一的时候 汇丰银行 突然间把 灰达的目标价 两个四百几块而已 嗯 然后一口气 调高到780美元 所以让很多投资人 看到之后 哇好高兴哦 大家都一抢 结果一天就涨了8.4% 是 我昨天讲过了嘛 世界各国的 法人都一样 随时都在调高 随时都在降低 各国的平等 然后把市场搞得 乱七八糟 所以你要是有自己的看法 否则你被法人牵着鼻子走 那个后果都很惨的啊 你看去年过完年的时候 台积电在六百多 外资一口气喊 九百 嗯 是 我都在那边听了一个 欢喜喊 对 然后大家冲下去买之后 冲进去买之后 外资反而连卖七十万张 把台积电从六百多 一路打压到剩下三百七 然后才可以开始回升上来 所以你要记得 法人的报告 不是在帮你赚钱啊 他出任何的报告 都有他自己的目的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法人的报告只是参考 听听就好了 不要要领金 今天晚上美国说盘之后 NVIDIA就是回答 要发布财报 那这份财报 到底股价真的是要到七百八呢 还是涨高要修正 今天晚上受盘之后 财报一发布就知道了 嗯 我觉得特别给大家看过 回答目前北比 已经高达245倍 所以为什么有法人说 回答股价已经泡沫了 北比245倍啊 真是人 目前他EPS只有1.9亿元 连续四季加总的EPS 才1.9亿元而已 所以这种北比这么高 今天晚上财报发布出来 爱注意 嗯 往往依照我的经验 是 在高档发布财报 不管利多或利空 其实相对对股价来说 都是比较不利的 嗯 你看台积电财报发布完之后 也是一直跌啊 大力光财报发布完之后 也是一直跌 对 连8299群连 财报发布完之后 也是大跌 是 所以涨高之后再发布财报 其实股价来说你都要很小心才行 好 美国股市的部分我跟大家讲过 会有17天的修正 我当时跟提醒你们的时候 道琼还在35679 那昨天道琼已经来到 34256 嗯 已经跌了多少 跌了1400点下来了 对 要不然结束了哦 嗯 美国17天的修正还没有结束 还有剩下最后几天时间 哦 还有剩下最后几天时间 那今天晚上 美国辉达的财报 会不会让美国股市出现反转 还是 持续 跌下去 哦 给你一百块注意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会在第一时间 17400点的时候提醒你们 指标出现背离 涨高的赶快卖 哦 没过去追关啊 底部的股票啊 没关系 有趁压回的时候 减便宜货可以 哦 所以只能买低不能追高 你看讲着讲着 台北股市 从17400 跌到16200 那麽 那麽 六千里点啊 嗯 最近七个交易日 台北股市都在300点的范围 里面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那为什么能够撑得住 政府在给拔啊 是 如果没有政府的护盘 这个盘我相信一定会跌更深 你看这段期间 外资 卖台股 卖了2900亿啊 不但卖台股 还把原本台子节进多单 将近3万块 全部完了 反过来 做空台股 台股 加台子节 进空单 目前七千多口 所以外资卖股票 又空台子期 如果没有政府在护盘的话 这个行情我相信一定会回得更深了 嗯 那政府为什么要护盘 因为要选举了 当然了 因为政府不希望跌太深啊 嗯 跌太深 我们后边选举行情要再护盘 会很坏护的 很辛苦的 所以政府用心良苦 你要感受到 政府后面还想做 选举行情的企图心 是不是 一点提醒作用都没了嘛 事情都发生了 所以现阶段还在反复打底 你要注意 当这一波修正结束后 后面三级行情哦 而且这个选举行情 将是今年最大的多头 所以最近在反复打底的时候 哪些股票 将是选举行情最重要的焦点 你要赶快把这些股票给找出来 利用它在反复打底的时候 赶快做底部建立持股的动作 这样你才会领先别人买在其商店 那最近还在打底的时候 就不要去堆盘 一律以低阶为主 去盘就不要去堆盘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 找底部的股票 那其实最近股票很好做啊 你要做多有做多的股票 你要做空有做空的标的 可是千万不要去随市场强势股 在那边追高杀低 你看今天最强是什么 今天军工股最强 今天军工股雷虎涨停 全迅汉翔 大涨6% 保一大涨5% 承天大涨5% 就又轮到军工股 那轮到军工股 会是持续涨呢 还是只有一天两天 你看前几天 闪状货人也是大涨啊 对 星星玉明台航 都涨停板 就隔天 全部大跌5% 所以你看到强势股 你去追 不一定会准啦 不一定会准啦 所以不要只是看一天的行情而已 把格局放大一点 眼光看远一点 以中长期的波段 来做规划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半年报刚发布完嘛 对 用半年报去找 今年赚大钱 股价还在底部的 趁有压回的时候 下去捡便宜 没来找零而言啊 来找零而言啊 我一概不追高 我钻找底部的股票买 那同时我多空双向 都可以做 你看上个礼拜五 上礼拜五台北股市开高走低 我们带VIP会员空台药 130空 当天就大跌了 礼拜一又继续跌 那礼拜二 台药我们通知 124回补 大沙康 124回补 也6块钱啊 12块钱 是 用趴数算的话 5趴也是不错啊 因为台药半年报 只有两毛钱而已 你仅仅贪两个银而已 高级百三块 太誇張了嘛 是不是 我们上礼拜五也空了 康书 五十一块空康书 那为什么空康书 康书业绩很烂啊 半年报只有0.09 半年报连1个银就没 高级人差到 六十几块 高档三次爆量 都形成套牢 股价跌了之后反弹 没有量 那你反弹没量 你要去解高档套牢 就改不开嘛 改不开 转空它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看今天康书大跌4% 今天剩下74.6% 收盘在47.8% 那51块空的 那是什么 4块钱啊 4块钱 也10% 也10%啦 这个就是单股周周发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锁定 五天的行情 短多也可以 短空也可以 你看群联 我们财报发布前 预估群联 半年报会衰退 八十几% 果然发布出来之后 衰退83% 那股价420太贵了 所以我们425空 388回补 反弹425再空 397回补 那来来回回走 哇做得很高兴啊 这个就是单股周周发 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们单股周周发 做短线的交易 做短线的进出 一星期的时间 红线悠寒 那搭配破断的操作 效果会更好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 晋棚33块费 为什么买晋棚 美股净值39块 外资连买13天 所以外资在打安全牌 我们就跟着一起做安全牌 对不对 那上礼拜二买 昨天礼拜二时间到 我们36块钱卖出 那这样36块钱卖出 33块36块费 一张贪3块 3块也高趴 但今天晋棚又继续涨 今天晋棚涨了3% 来到37.3 那一开始就说好啊 一开始就讲五天 那五天就照五天走嘛 对不对 是的 我们说话要有信用 嗯 怎么说就怎么走 没关系 林医院再找就好 我继续找底部的股票 来给会员操作 来给大家一起操作 那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合作 大家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 会卖股票的老师才是高手哦 何彦老师一定会代进代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想要复制台药 康书 群联 还有进棚的成功模式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你就可以领先卡位在底部 反败为胜 进一部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买卖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想要知道每逢选举必涨的股票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只要一记的费用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彦老师的灯骨周周发 短线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赶快把握机会跟上脚步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 领先市场 接下来选举行情 有哪些个股可以加以留意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单股周周发 做一个星期的行情 五天的短多 五天的短空都可以 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操作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 资金家会员做进棚 33块没 五天九 张36块没 3块银一张三千 十张三万也不错啊 到头率9% 也不错啊 我们上个礼拜 至终会员是买 2387的金元 那为什么买金元 金元半年报2.78元 年增5% 去年赚7.48元 创历史新高 等于比较六倍而已 而且外资也是连续好几天在买金元 外资最近卖了台股2900亿 它会连续买进的股票一定都有原因的 很显然的外资最近在打安全牌 所以我们找这种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慢慢一支一支 五天五天 五趴八趴 这样来做 这样也不错啊 对不对 那我们金元是43块钱 44块钱买进 今天第五天啊 这支全没出去 全没出去 我们今天通知 44.8卖出 最高44.95 所以已经卖得到 收盘在44.75 那你43买 44.8卖出 那4%也不错啊 对不对 那如果有蹲下来这种股票 其实还是可以做的 我今天再锁定一支股票 也是单股周周发的股票 外资连续大买两天 每股净值36块钱 目前股价才28块多 所以这种股票安钻 外资再加码 随时如果冲到36块钱的话 哇那报酬率也很高 不然今天再做五天就好 我们锁定五天来操作就好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笔钱 跟着我们五天的交易 单股周周发来运用 但主要的利润 还是在波段的持股上面 半年报发布出来了 从半年报里面去找 赚大钱 股价相对还在底部的 这次半年报里面 上市有42%的衰退 获利42%衰退 上贵是23%衰退 所以八成的股票 半年报都下滑 台金又衰退了 联发科衰退了50% 大力光衰退了38% 那如果还能够有 大成长股价在底部的 那就不得了 像那样的股票 还在底部去的股软 你就要注意 几个焦点 吴城市工程 你看吴城市今天 雅翔也大涨 今天帆宣也涨 汉唐间也涨了2块半 这个本比都只有8到10倍而已 另外一个 网通股 网通股去年赚大钱 今年也持续成长 你看今天 企机涨了3.2% 智义涨了3.1% 郑文涨了3.6% 网通股 我现在最注意 我在锁定省准 省准是网通股裡面 最赚钱的 我们240多元 做到现在 今天最高305 尾盘有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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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准几元可以求 那包含航空股的部分 长龙航 半年报就已经 赚去年 超过一整年了 这今年看4块钱的公司 还有另外两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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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半年报 赚一个股本 一个半年报 已经赚了4块6 都比去年 获利成长超过一倍 现在国家都在地步 所以你要懂得 买底部 接下来 选举行情发动之后 你才有办法继续 30% 50% 持续的获利下去 那利用现在 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来跟林德燕一起合作 大家一起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老师分析了这些个股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留意 在进出的部分 有老师的讯息在手 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 接下来的选举行情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半年报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股 你就可以领先卡位在底部喔 进步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每一季的费用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彦老师的单鼓周周发 短线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赶快把握机会 跟上脚步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泄人可及礼物 自负投资人